基隆长庚医院院长赖奇俊带着研究团队 说明这项长达10年的长寿研究成果 透过造血干细胞基因改造 成功突破小鼠的寿命限制 此外将健康长寿小鼠的造血干细胞 对普通小鼠输入治疗 也明显提升抗癌能力 改善健康状态 这项杰出成果今年9月 荣获国际顶尖期刊《先进科学》刊载 让研究团队相当振奋 我们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小鼠的造血干细胞 那在细胞里面做了一个基因编辑 就是改造之后 我们发现这样子的老鼠 它基本上它可以活得很健康 然后比一般老鼠长寿 达到10到30% 那这样子的状况下 这些小鼠它有就是在记忆衰退这边 它有明显的改善 那像说跟慢性肾病有关的 肾纤维化还有肾丝球萎缩 然后跟肝硬化肝纤维化有关的 它的肝纤维化呢 还有以及跟心血管的纤维化 然后心脏的纤维化这些状况呢 看起来都有很明显的改善 然后也会延缓它整个老化的过程 那另外呢我们发现呢 它在癌症的这一块呢 就是说这样子改造之后的老鼠呢 基本上它癌症的发生率是下降非常多的 那反过来呢 我们利用改造过后的淋巴细胞呢 打回老鼠之后呢 发现这样子的老鼠呢 它可以去对抗原来已经长出来的肿瘤 所以我们说它有抗肿瘤的这样子的能力 然后会避免癌症的恶化 那因为避免癌症的恶化 这样老鼠它就可以延长寿命 那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 它在延长生命的这一块呢 就是延长寿命 然后看起来是健康 然后身体状况是有比较好的 甚至有一些回春的状况的话呢 这些我们是利用 改造过后的造血干细胞 然后打回老鼠身上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确 可以延长寿命到14至26% 在八次的回苏之后 所以呢这样子的研究成果呢 我们觉得未来在人类的应用上呢 应该有很大的发展 然后对很多老化相关的疾病来说呢 它也是一个研究的新的一个契机 一个新的方向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那未来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的来 不但让大家能够更健康长寿 而且有些疾病的发振率就会减低 那团队也已经 升起了很多的专利了 那我们也希望说通过这样的研究 能够在未来在医学上 能够造福更多的病人头 其实我们建立的是一个可行的动物模式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基因 它只表现在造血干细胞 也就是整个血液细胞里才有 它不像其他的长寿基因 它可能是全身的 就是整个所有的体细胞都有 那表现在造血干细胞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做那个 我们讲类似细胞疗法的那种 就是血球的输注 就是取出来培养再输回去 可是如果你表现在体细胞的 组织是不可能拿出来 培养然后再种回去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动物模式 其实以后的潜力相当大 无论是在做抗老化的开发 或者是学术研究上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有它的研究潜力在 你这个研究能够发表在 我们期待的一个期刊的水平上面 就是一个认可 而且才是真正我们开始要踏入 抗衰老研究的一张门票 没有这个发表 我们拿不到门票 因为没有人知道说 你在做这个 尤其是这种都是国际性的研究 如果你没有发表 只在台湾 国外都没有人知道 所以一定要靠着一个 比较有知名度的血素旗干 在上面发表 你才有办法让大家知道 长坑研究团队也发现 基因改造小鼠 老化疾病的发生率 也明显低于正常小鼠 像是常见的心血管 肾脏与肝脏等组织的 纤维化与衰退都有相当显著的改善 这些老鼠它的纤维化也减少 但重点是心脏的改变 因为比较不容易 所以它的血管方面是 血管的年轻化会比较容易明显看到 所以像其他肝脏肾脏的器官 它的血液供应 它里面的一些老化物质会减少 有害物质会减少 所以血管的一个延缓老化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心脏本身是比较不容易 因为心脏没办法像肝脏会再生这样子 所以心脏的老化其实看的比较没那么明显 细胞啦 我想心脏细胞 但是心脏的血管还是会改善很多 在我们的研究发现 我们发现基因改造署的肝的组织切片 跟没有基因改造署的肝脏组织切片 的纤维化程度都没有那么高 而且它比较不容易纤维化 那肝功能的指数也相对正常 同样年纪的 那我们在想说会不会是因为 这个基因改造署它的肝脏的 再生能力比较强 因为肝脏是可以再生的 那而且它可以肝纤维化 肝硬化的这个进展 比较不会老化 不会受老化所影响 那这个在临床上是很有帮忙的 因为我们肝硬化的病人它唯一的治疗 就是肝脏移植 那我们肝脏器官也是短缺 也没有随时都可以让病人接受肝移植 还有配对的问题 可是我们如果可以延缓肝纤维化 进展到肝硬化这个程度 那对一些慢性肝炎的病人 其实是很有帮忙的 包括B型肝炎、C型肝炎 或是脂肪肝的一些慢性肝炎病人 台湾已迈入高龄化社会 肝根研究团队指出 这项研究成果 有望成为未来开发抗衰老 以及治疗各种老化疾病的关键资源 在未来的临床应用发展 相当令各界期待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